战场上的胜利,是无数将士不顾自身的安危,用鲜血铺救的,他们的心里装着国家,装着人民,为此,奋力拼杀,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,但是当他们退下战场后,他们从来不会标榜自己,他们和其他人一样,过着平凡的生活,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战场上立下了多大的功勋。 在湖北就有这样的一个英雄,刘作坤,人们看到的他只是一个农民,谁都不知道他在很多年前,在看美元朝的战场上立下了大功,他出身在东大的年月,侵略者的肆意杀戮,让他失去了最亲的家人,成了孤儿,周围的邻居都格外照顾他,他才能长大成人。 他在心里早已决定要上战场,要打走那些破坏和平的人,保卫国家。 当抗美元朝的战争打起后,他决然参军,跟随部队到了第一线,他没有经验,所以被安排作守卫员,但是他仍然印象热忱,时刻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,有一天,正是他当局, 却看到空中飞来了几辆战机,还没反应过来,飞机就开始轰架我军的油桶,战场上这些油是一场宝贵的东西。 如果这些油桶都被毁了,造成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。 但是这时候就算上宝,也等不及支援的人过来,于是他当机立断,只身跑进火场,迅速往外抗那些油桶。 他一次又一次在大火中奔跑,终于在倒下之前完成了任务。 这时的他全身上下都是大火留下的伤口,有些地方都被烧得看不见血肉了,因为他不顾生死,抢救出了这样重要的东西,被受了一等功臣。 回到家后,他从来没有和别人提过自己的这件英勇事迹,每天种田,平静的生活,直到后来,他的孙子因为名额不够没办法当兵了。 他左思又想,终于找出了当年的那枚勋章,拿给了招兵的人。 他希望可以给孙子求的一个机会,当负责的人,看见了他的这枚勋章,立刻起身向他敬礼。 并把这事报给了上级,最后手掌也知道了,亲自去看他,问老人为什么把他藏起来,不然的话国家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 老人说他能从战场上下来,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,他现在生活得很好,真正可怜的是那些已经不在了的战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haz